你会怎么样来做处理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到底什么才叫合理的本益比 那通常我会把上中下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买台积电 我会把台积电相关的族群 比如说像联电跟世界先进 他们也是做半导体的 然后再把他的封装测试 比如说像日月光这些抓出来 就可以知道说 他现在的本益比每一个是多少 比如说台积电 他目前的本益比来看的话 大概是27到28 那世界先进跟他比较像 世界先进到24你可以知道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台积电的获利是 联电跟世界先进的几倍 19.97 2020 然后世界先进他们才2块3块 你可以知道大概是6倍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实龙头股要买就买台积电就好 就按照我刚才的方式 第一本益比其实就可以买进 那目前台积电其实580 560 570买进 而且最近台积电的股价来到60 600块不是60块 60块大家会太开心 台积电的股价是600块 那600块是代表一个历史上的意义 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他现在占到季线了 那季线那台股的季线是多少呢 17,100点 所以今天台股呢 如果到了17,000的话 也占上季线 他会跟着台积电都一起占上季线的话 我觉得整个台股会越来越好 再加上一些你可以从比特币 这边相关去看的话 那台湾的股市将会好 所以如果只要台积电一直都在600块 以上那我台股呢往17,000 18,000有很大的机会 大家看CG可以看 比特币的涨势跟技嘉的现行图 是一模一样哦 你看最近大家都在讲 比特币这个会不会涨太高啊 因为前一个波段高点的比特币是7万块钱 那比特币在7万的时候技嘉是134 先记好这个数字哦 我现在再算到底现在技嘉股价会不会太高 在比特币7万的时候 7万美金的时候技嘉的股价是134 那今天呢我刚刚看了 来之前我看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65,000 技嘉的股价来到111到110 但是呢为什么其实呢比特币已经利空出境了 先前比特币跌到3万是因为大陆那边不要虚拟货币 所以很多玩家一直清空 大陆那边的玩家一直退出 所以比特币造成大跌 可是你看就是因为大陆的玩家都清空了 比特币反而涨起来了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大陆的玩家了哦 现在都变成全球其他人反而一直买 再加上昨天美国上市柜的比特币的ETF 表示比特币已经是大家公认 变成ETF大家可以去买的基金了 而且还涨这代表什么 现在65,000可能只是刚开始而已 你如果不会选股 是 你就用0050 0050就好了 那0050就用五线谱进场 决定买卖点 那另外一种我叫做黑猩猩选股法 黑猩猩是一种讽刺的方式 就是说黑猩猩随便设备标 设到了那些标的 持有一段时间可能获利都会比 专业投资人还要高 可是你都选半导体我有发现 我是从50大里面去挑的 那挑出来就是这五支股票 台积电联发科 系立瑞玉联勇 这是我目前可能夏季或下假季 最近半年之内我会去关心的标的 因为这些是趋势向上的 接着请留步 旺盈赏 这些可能性 有一点 迹 这些很可独的 就说 从今天 就继续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